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毕露蓝旅到真的是一路路走上巅峰 不管是包括了在艺术领域里面的董阳兹老师的跨界 还有像历史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到现在顶级的艺术大师庄普老师的作品 真的我相信他每一步走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和辛苦 对 哈喽 小红杰好 玉允你好 小红杰真的要好好听听你讲一下这个历程 好 这次我们第六次到纽约时装走 第六次 这一次是跟当代艺术家庄普老师合作 其实就刚刚你讲的我们这几次以来 其实跟包括博物馆 然后跟这些刚刚讲的东南枝老师 就是艺术不管从古人的艺术 到现在当代艺术我们其实都希望能够 透过时装的方式去让大家感受到 艺术怎么在生活里面被发现 这次比较特别的点 跟我一个超越的点是 这次因为装普老师的东西非常多颜色 然后非常多很细致的一些 因为他很擅长用这个方寸的印章 去完成整个创作 我们怎么把它变成在布料上面的提花 跟塔层上面的运用 对我来讲其实是以前没有碰过的 所以这次在纽约时装周 主要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把艺术生活化 时装化 然后带给大家 这真的是非常地难得 除了自己的系列作品之外 我看到你也有一个很大的跳跃 就是和永续时尚做接轨 对不对 所以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在巴黎时装周的时间里面 有一个永续高峰会 小雯姐也很荣幸地 一起去参与你的盛会 对 很有意思 所以我不是单纯只是希望是在讲说 永续环保这样 我希望它是一个更酷的东西 因为它有故事 永续有故事 第二个是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点像我们比较每个人 都是左一无二 但是你又和现代接轨 像Nike 就是Nike礼拜十 我们上次合作 其实因为现在这是 到了2025年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公司 都会遇到 包括家具 包括所有的 包括手表 都会遇到永续这个议题 我们刚好想说 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 从以前开始到现在 已经累积很多年的经验 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它 变成一个新的品牌 叫做Luxury Garbage 但是Luxury 奢华 Garbage讲比较 就是有点 Luxury Garbage 对 就Garbage 我们大家好像随手丢弃的 这些不要的垃圾 如何让它重组 然后变成黄金的概念 对 然后你看在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一间 在我们T-Fashion时尚基地里头 周玉颖的Studio 对 它好像也把Luxury跟Garbage 对 呈现在这里 有一种偷窥的感觉 对 有这边有小红 小红套窥在这里 我觉得你看里面都是你很多 这个身经百战的作品 是 就橱窗这边 大家可以有空来T-Fashion看 因为橱窗这边是被这一个 当时候纽约的杂志叫 Business Insider 选为纽约希望之后 最疯狂的15个Look 我就特别把它放在这边 跟Tom Brown是 当时候是并列的 对 所以欢迎大家都一起来 偷窥一下周玉颖 Just In Case 和Just In Double X的世界 对 谢谢 对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